停在国道路间的小客车火势 从引擎盖穿出一发不可收拾 火销社意外就发生在高速公屋上 国道3号北上147公里处 早上9点多苗栗通宵路段 引擎盖冒烟起火 驾驶赶紧将车子停在路间报案 轿车陷入火海冒出巨大浓烟 使得国道上烟雾弥漫 汽车火警 分队随即出动水枪车及水库车 以及人员5名前往抢救 到达现场为一台银白色制小客车 起火且全面迁入火海 各房人员立即部署两条水线逛救 23号依照苗栗天气标志 36度以上这台20年老车 开上国道行驶当中 驾驶突然惊觉车头冒烟 紧紧停靠路间 冷才刚下车就起火燃烧 汽车记事也提醒 延任天气下绕车要特别注意 水管漏水水箱漏水 漏水的状况下引擎温度 就会过高 这会导致火烧车 那第二种的话就是散热不良 所谓的散热不良 就是它的风扇马达坏掉 预防火烧车意外 坐上驾驶座之前 也可以再三检查 冷却水有没有缺少 机油有没有缺少 然后线路稍微看一下 这起国道火烧车事故 老车车林将近二十年车头 被火吞噬驾驶驶 惊险逃生 后方有入过的硬车司机 任性拿出灭火器协助灭火 所幸火势尽速扑面 驾驶也已经离开车内 没有人员伤亡 是不幸中的大幸 三例新闻蔡文员 将军阳林佩萱苗栗台中采访报导